平安老师你好 金明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好我们这次来介绍你的新书 一堂永远不会结束的课 然后皇宫文化出版 来跟我们讲一下里面好像就谈到一个非常重要的 国际共治的一个概念 对其实回想起来 舞团从1989年成立 其实我们试过跟很多不同的编舞家合作 那一直到2008年开始 就等于把视角转向国际 那我们开始固定的跟国际的编舞家合作 所以这一路下来将近10年20年的时间 那我们也从 我自己觉得从里面学到很多 比如说原来我们可能都会觉得说国际很远 然后外国人会欣赏我们 那其实我发现透过这个合作 很多人就看到台湾厉害的地方 比如我们舞者好厉害 然后舞者的合作意愿也很高 那很多在国外可能不一定那么顺利的事情 在台湾都可以发生 那藉由这样子的合作 舞团有所成长 舞者也成长 那我也让 透过制作让国际的人看到台湾 好那既然讲到国际 那他必然有一定的这个成本 那国际共治他的成本相信更高 那怎么样来克服 或者是怎么样来衡量他的必要性 的确所以国际的成本因为高 所以我们要找到适合合作的伙伴蛮重要的 对 那我们是从08年开始跟一个法国编舞家合作 那开始是两厅院的合作的案例 所以制作费是有两厅院负担 工部门就对 对 可是这一个编舞家呢 自己就非常喜欢台湾 他06年来过台湾以后 他觉得台湾就是他的 他要想尽方法帮台湾可以带出去 所以08年在台北发表之后 他就把作品带去法国 那也透过这样子的机会 我们从像10年 我跟一个西班牙的编舞家合作 那他就帮我介绍了西班牙的一个剧场 然后从这个剧场的合作 就是等于有一个国际的制作 那大家都分别投入 其实比我们本身要自己要做一个单独做一个案子 会省比较多 那可是一个制作 如果我们有来自三方四方剧场的经费 一起合的话 那这个制作的等于规模也可以扩大 也可以达到大家比较想要的理想 那他合作的模式 是指我们单独聘请他来台湾指导 还是说所谓的这个 在戏码上剧目上的一个合作 其实我们都是针对一个新制作 新作品 对 那假如说有四个单位 我们四个单位可能都会先投入一部分的经费 就等于有点像工资费 然后有了这个工资费之后 再一起 这个作品也许在欧洲先发展 然后发展完了再回到台湾来 就是等于跟我的舞团合作 那我们在台湾做亚洲的这边的发表 那通常也是这样 就是如果你是这个国际公资 会有一个主要的单位 比如我们跟在海牙的这个科索剧场合作 那科索就会出比较多的钱 那我们其他的会少一点经费 那主要的这个除了钱比较多 制作他也会参与的比较多 那当然就是他享有这个首演权 所以对我来讲 其实也不错 因为制作上有很多需要 妹妹刚才要做的事 那他们等于有一个完整的制作公司 可以把这些处理完 然后再到台湾来演的时候 我等于就已经有完整的服装 舞台 这些技术资料 所以对我来讲 也许工资有多花一点钱 可是在后续的制作 就其实是比较省经费跟省时间 相对风险就低 因为在国外已经首演过了 对 很多东西都已经定位好了 对 那当然也许有的人会说 那这个作品已经在国外发生了 那我们会不会只是复制 那我看到的这些例子也都是 因为编舞家来到台湾 碰到了台湾的舞者 其实都会做一些调整 因为台湾的风土 民情不太一样 那舞者的表现不一样 所以有些制作原本在欧洲 可能是三个人 可是到台湾就变成六个人的编制 那就是在制作上也一直扩展 那甚至我们还有一个案例是 原来是三个人 到了台湾 因为我的舞者有十二个人 他就一举把这个制作就扩大成为十二个人 那制作完之后的版权呢 版权基本上就是 其实都是还是属于 基本属于编舞家吧 那我们就是享有 比如说亚洲的演出的权利 就是这样子也是变成说 如果这个作品是台湾完成 那我们有的作品就带去上海 韩国首尔这样子演出 就是可以当成亚洲的巡演 那欧洲的巡演也是有这个机会 我们有些作品也会 可是因为他们原来如果在欧洲 有一个发表的话 因为在碍于巡回的费用 所以他们有的时候就是 比较多选欧洲的团队在做 可是像我们也有时候不知道 幸运还是什么 像我们去年有做一个作品 叫媒体入侵 那这个作品原本是瑞典先做 再给台湾 然后还有欧洲的这些巡演 结果瑞典在西班牙什么 结果瑞典到了因为疫情 结果最后没有演 所以台湾变成全部唯一的 有做完成的 所以像也在谈说 像明年有没有机会 像这个作品 本来因为有欧洲版本 可是因为我们只有 唯一是我们做的 所以欧洲也在考虑 要不要请我们去演这个作品 等于你们是唯一有演出经验 找你们整团去最快 对 所以有时候就是机会就 也是要滚动式调整 对 好那其实里面呢 就记录很多过去你们合作的 几位国际编舞家的合作过程 其实文字记录很详实 而且照片也对照的非常精准 所以是值得好好的当教材来看 希望大家读起来有点有趣 我们是就先从第一位 比较多的篇谱 是马瑞娜 这位编舞家 是不是先帮她介绍一下 好 马瑞娜是我们在2010年 透过荷兰的经纪人 介绍第一次合作 那我们在第一次合作就觉得说 其实她蛮聪明的 因为大概是30岁左右 那因为第一次合作 她就想说 那她写一个剧本好了 让我们可以对照每个角色 对照这个故事的结构 那做出来我们就觉得很开心 因为这个舞不管是肢体与会 或者对舞者的挑战 其实都很 观众的回想很好 于是我们开始希望有接续的合作 那她从13年 她是荷兰这个科索剧场的叫做 驻剧场的艺术家 就是他们 就是长期合作有10年的时间 就是有10年的计划要培养她 于是我们也就跟着她 跟着科索剧场 就是一路在合作 那我看到她最特别的是 她其实每一个作品 她都会花很长的时间 去收集资料 所以有的时候可能是半年 基本是半年 她在长的有一年两年三年的时间 所以她最后跟舞者 在分享编舞的这个过程当中 她就会提供很多资料 那我们舞者从一开始 可能是想一些关键字 跟动作的关系 慢慢的他们也要读书 也要看录影带 就是看电影 那也要把台湾相关的资料 收集起来给她 所以经过131517 到17年做的这个 凡凡凡是这样 这个女性主义 那我觉得是 真的一路看到舞者 跟着她成长 那个制作 舞者要读最多的书 他们十几本书 十几部电影要看 结果我发现舞者 没有因为这个吓到 反而我看到说 其实每个舞者 这个蛮灵敏 其实他们很有感性 当他读了书以后 看了作品 电影以后 他们很能够出类旁通 就是对他们的人生 就是有很大的翻转 以前他们可能专注在舞蹈 可是慢慢透过Marina 他们开始注意到 社会的一些现象 注意到一些自己的现象 就是对自己的存在 或者自己的一些想法 就是越来越勇于表达 所以我们大概在17年的时候 就觉得说 好像这个合作越来越紧密 所以果然大概要经过十年 大家才慢慢的越来越了解彼此 所以舞者是不是都会有一些 比较刻板的迷思 就是说不一定要会读书 把舞练好就好 肢体动作做好就好 我也觉得是现在可能教育 一般的舞蹈教育 最大的一个问题 其实大家都非常强调 要训练技巧 技术这件事 可是我们已经有 从国小国中高中到大学 都是一贯的一条龙的 这个舞蹈班的训练 其实舞者在很早的时候 尤其已经到 差不多在高中 已经都达到巅峰了 所以技巧真的不是问题 可是跟Marina工作 他就会常常问你问题 比如说他给你一个主题 你做了这个即兴 他会问你为什么要这样跳 你要表达要表述 对那我们可能刚开始舞者 都会说就这样 可是他们慢慢的 也会去理解 有的人可能对造型 特别敏感 有的人对身体内在的经历 改变他比较敏感 所以他们一定有一些原因 会促使他们 做出来现在的动作 所以Marina就是 透过这样子的过程 慢慢的让舞者 越来越知道他的表达 那或者有时候我们看的书 可能是一个就是文字嘛 像比如他们读 汉纳厄兰德哲学的书 那他们可能提到 什么历史是没有中立的 就是谁诠释 谁会有这个 就是有诠释 画一遍 那这个东西对舞者来讲 他怎么呈现在动作里面呢 那所以他们在发展的过程里面 如果是一群人在一起跳舞的时候 到底是谁主动 谁是被动 那我是永远的主动 还是我有时候是 我也要稍微被动一点 不是永远是听我的 所以像这个本来是一个 可能比较抽象的 可是透过肢体 大家就慢慢讨论 可以达到一个共识 我觉得这是他对舞蹈 很有趣的地方 所以像马瑞娜 他是一个非常用功的编舞家 所以他的一些设计 都有他的一个根本的底蕴 跟他的思考 是 因为很多艺术家都很随性 就是我个人感觉 感觉 对 我觉得也是 因为有些编舞家的风格 比较是说 好我们来试 对 我们来试试看 边走边做 就是一边走慢慢的整合起来 对 那我觉得通常可能这样子 会花比较蛮长的时间 那你除非有很奢侈 可以有这么长的时间做的话 我觉得也 这是也是一种方法 那我觉得马瑞娜看到的是 他等于在前置作业 他花很长的时间 他读书整理 然后他有一个想法以后 他会找舞台设计 布景设计 大家一起讨论 那这些都试过了 最后排练反而是最短的时间 他可能只要一个月 两个月就可以排完了 因为他所有的东西他都已经有底了 所以他在做的时候他可以很明确 这个有点神奇 就好像有些艺术家 他会对着空白的画布 去明思 然后去构思 然后等他真的动笔的时候 很快就一气呵成 因为他在脑中已经一直反复的在构图了 对 那我也最佩服马瑞娜的地方是 其实他因为每个前置起场 所以他其实常常有时候是 我已经在创作这个的时候 同时我在准备下一个资料 所以他是随时在 他的雷达跟电线很广 就是随时其实把他觉得有需要的东西 或者看到有感觉的东西 他都是慢慢整理出来 所以他其实 所以才会有一些重叠的期间 有的时候像他做女性主义的那个作品 他收集资料三年 可是这三年当中 他其实不断的有别的发表 这就是他真的很认真 很用功 所以灵感也会串来串去 是 就我们脑袋一直在滚动 我想像基民一定很理解 就是常在做一个节目的时候 其实因为一句话 可能一个触动 要想到下一个这个模式 包括我们今天这个双镜头 终于入镜 以前都只有看着来宾 那人都问说你怎么不入镜 其实就是有时候这个科技的进步 就会帮你解决很多问题 所以后来他现在的现况 他现况其实越来越厉害 像去年的这个媒体入星这个作品 虽然只有台湾演了 可是他马上有接到机会去德国发表 然后也在才刚刚今年也帮荷兰舞蹈剧场 就叫就是NDT就是一个最好的舞团也发表 所以他等于就是一个 就是靠编舞可以为生的这个编舞家 那我们也即将在今年的八月也会 他也会过来在台北艺术节会做一个新的发表 而且老师你这本书很特别是你也访问了一些 你们的舞者 他们的一些当时合作 或者是后来他们的一些感想 其实对他们的收获成长应该是最大 他们的冲击最大 对我也大概是从13年开始 还是就是差不多这几年 这十年 我每一次演出的时候 都会请舞者在节目单上面写一些感言 那我这些资料很多是从那里来 然后再延伸 那这些感言我也发现 舞者可能本来很担心的都是舞蹈的问题 就是说这个作品的诠释有没有比较好 那我发现慢慢慢慢 他们也就跑到比较内心 就或者他对社会的连结就会越来越多 举例来讲有一个舞者叫邱玉轩 他很可爱是因为受伤 长达一年的时间其实不能够演出 那虽然是我们的合约的舞者 他有拿其实还是维持拿薪水 可是他觉得光是附件好像不够 那他就自己就开始慢慢的 他刚好跟着他男朋友就跑去走了很多的步道 从日本然后到越南到尼泊尔到最后就走了一个太平洋 无极的步道 从圣地亚哥吧 一路走到北边走了三个月 那在这三个月当中他就说他面对很多自己的挑战 对 因为男朋友走路很快不会等他 所以他很多时候要不要放弃这件事情 一路 然后他也回想到以前在跟Marina在工作的时候 可能有的时候的书比较困难 Marina会先帮他先帮大家摘入几个重点 那他从前面就开始有点怀疑说 其实当然去理解编舞家认为的重点很重要 可是如果他只认识重点而不认识全貌 他会不会也会有误解 对 所以从这些慢慢的走路的时候 因为都不用 可以其实会想很多 所以从那个走路完 他现在就在法国的一个研究所念书 然后他把他整个旅程的这个经验都变成他现在研究跟创作的重点 所以我就觉得其实舞者真是很棒 他们就从这个里面一直不断的在成长 好那身为一个这个舞者 他的语言能力到底重不重要 因为我们跟国际编舞家合作 他一定会用他的英语或他的母语 那你们中间一定会有一个专人在翻译的 那如果能够直接了解跟透过翻译的一个普通舞者 你觉得在表现上诠释上会有落差吗 对这个问题很棒 我自己的感觉是不用太在意英文好不好 而是你有没有想要说 那我觉得早期舞者在跟外国人工作的时候 很在意那个文法 就是我想我要讲一个很正确的句子出来 后来其实渐渐的发现 其实你讲几个关键字 对方就懂 对方就懂 尤其因为你一边有手舞足蹈 就是比划 其实我觉得编舞家很容易可以理解到 你在想的事情 因为我觉得我们原先就是 可能早期大家其实不善于表达 我觉得尤其台湾人 像Marina就有一个很好的经验 她就说 每次她问一个问题以后 所有的舞者就会积极撒撒撒一直讲话 讨论完了才会回答她 所以想要正确的了解她到底说什么 对 你真的很明白 然后Marina刚开始她会很气 就想说到底是怎么样 你们为什么有问题不直接问我 讨论这么久 叽叽喳喳的 对 可是她花了十年 她也明白说 其实这是我们的文化 害羞了 我们对于老师还是蛮尊重的 所以她觉得大家先讨论一下 然后有一个没有误解之后 再来问她 也省了一些时间 就是如果一开始 就是问题搞错方向了 可能叽叽喳喳 就是直接对她也会比较混乱 所以我觉得是慢慢了解 可是这十年当中 我也看到舞者越来越勇敢 他们想要表达的时候 英文已经不是太 这么重要 而是表达的意思比较重要 对 其实要的就是所谓的关键字 对 那关键字你理解之后 你就大概知道 她希望你表现了 什么样的一个方式或风格 是 所以这样讲其实舞蹈虽然是一个外在的一个动作 但是呼应到很多内心里的一个呼应 对 也很重要的是你对周围事情的这些观察 那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们在排练场 当然有很多交手的机会 可是出去玩也很重要 就是如果我们有机会带一个外国人要出去的时候 就是你要他认识台北的什么东西 什么东西是你值得介绍 什么食物 怎么样的就是比如说去庙里好了 你要怎么解释 那这个东西对你来说重不重 如果你觉得很重要值得分享 可是你怎么样去告诉这个外国人 那我觉得他们如果越理解周围的环境 最理解台湾的这个现况 那其实在作品里面 他们其实这些讯息都会呈现出来 那我觉得在这个上面其实也蛮挑战 是 舞者 那我们都以为说就跳舞就把事情挑好 可是如果你是一个很无趣的人 你大概也很难变成一个优秀的表演者 好我们刚刚讲的是西方的这个国际变舞家 那我们再来介绍一位这个东方日本的这个道奇策 是 跟他合作是不是就比较简单多了 因为大家文化比较雷同 真的 因为跟日本人就很 最容易就是万一字不够用的时候 我们就写 因为是汉字可以写 写完以后他们就很理解 而且像岛奇策他就很喜欢台湾 他就觉得我们很多 就是保留了一些旧社区的一些样貌 那他相对就会觉得日本现在 把文化的东西就是都改掉了 都是很新 或者说台湾还有很丰富的原住民文化 他就觉得怎么日本都没有 所以他用很欣赏的角度来看台湾的时候 就特别 就是很多东西就很契合 那当然更简单就是他爱吃烤鸭 就是每一家的烤鸭他都觉得很好吃 都会占不绝口 所以很容易合 对啊 而且日本人对台湾真的有一些故乡的情感 因为可能在台湾会看到很多以前日本的文化跟建筑物的保留 对尤其他也蛮惊讶到处都有日本料理店 猪排饭啊 所以他的这个编舞模式会像我们刚刚讲的那个玛瑞娜一样去提很多书单 要你去阅读要你去思考吗 他的就变成完全没有 他的舞其实跟音乐结合很紧密 那所以我的感觉他就是把音乐真的用很丰富的视觉化来呈现 就是所有的动作其实很适合喜欢跳舞的人来跳 也很适合一般的观众来看 因为他们看起来就觉得 比如说这个音乐的线条跟舞蹈的动作就是很融合 可是在几次合作之下 也就是慢慢的 也就是发生 就是台湾也会对他影响 所以我们在2019年30周年有一个作品 他就完全用了台湾原住民的音乐 那这种文化相合甚至出现在这个作品里面 比如说这个作品里面讲跟鸟有关的 他其实因为不理解那个意思 可是他编的动作就是有比较飞的动作 或者是这个是一个婚礼的音乐 婚礼的时候会唱的歌 那他编的刚好又是双人舞 都是一队一队的这些 所以他自己也非常欣赏台湾的这种原住民文化 然后把他编作舞做的时候 特别就感到跟我们其实是非常贴近 可是他会有日本人的严谨吗 工作上其实非常严谨 他也非常有效率 因为以他的动作的密度就是非常多 就是一支舞的动作非常的复杂 可是他在排练的时候他是非常非常有效率 然后很快的让舞者就可以上手 然后他会注意很多细节 这个是我们对日本职人的印象 好像都很讲究某一个小东西 有其实包括服装 还有特别是灯光的呈现的这些戏的转变 他还蛮喜欢那种很大剧烈的 就是从一个比较暗的到亮的中间的这种反差的呈现 那他这种呈现的时候要达到的这个效果 其实他都蛮注意的 好 最后老师跟我们讲一下你的书名 为什么取教一堂永远不会结束的课 是学习无止境 我自己感觉 我以为说比如说到了我这个年纪 已经舞团也成立33年 经验丰富就对 对 我们应该都可以碰过很多问题 那就举例说我们跟另外一个日本的 还有一个日本的团叫东京英 就是合作很开心 然后他们是一个很幽默感很强的这个作品 是我想要的 可是结果因为疫情 我们就延期延期 最后在今年三月发表的是一个线上的演出 那我就想线上演出因为我们不是是两地 然后分别拍再把它合起来 结果才发现紧接之复杂 我就想所以很多的合作可以预计 可是也有很多的事 随着时间或者状况会有不同的改变 真的是一个永远不会结束的课 对 你们以前合作要么就是他飞过 要么就是你飞过去谈 然后每个人其实编舞家也会有不同状况 即使像我们跟Marina合作很久 那他中间他也经过有一次来的时候 他怀孕 在怀孕期间就会觉得很多事情不满意 脾气暴走 后来小孩出来了 生出来了 因为你带小孩来排列 所以我们也要帮忙处理一些 照顾小孩 找保姆 找怎么样的幼稚园 然后就会有很多不同的事情 其实会滚动式的要调整 就新的事情又会有新的学习 所以永远不会结束 那老师你这本书的对象是表演艺术的同业吗 我觉得同业应该可能是第一圈 因为我想说国际工资是大家都讲了很多 可是我看到的目前大家做的国际工资 有点像是好像就是这个叫相亲 大家就碰到了就合作就来 可是我觉得国际工资一定要是交男女朋友的关系 要有交往的过程 对要常慢慢了解 你大概才会渐渐的越来越好 那第二个我也希望说 当然一般的人也可以来了解一下 大家常常看表演艺术 看节目 可能就很直接的就觉得好看不好看 或者是怎么样 其实背后有很多 我觉得像这个 像我陈述的这些过程 其实也就是我们一般在工作上 也许会碰到的状况 因为我们碰到在工作上 我们也其实也会接触到不同的人 那我们怎么样跟不同的人可以合作 然后想到他想的事情 那以前我们是可能周围就是台湾人 好像就是这样子 我们都会觉得国际比较远 其实我觉得透过现在尤其是网络啊什么的 其实国际不一定是你那么远 有时候网络私讯一下马上就通过去了 对所以你在做的事情也可以都是宣扬国位的事情 每一个人都可以因为你自己的就是多做一个 让更多人可以看到台湾在台湾是什么样子 所以我来看这个疫情 你看有时候他反而意外就造成国际共资的一个 这个线上交流就更热络 因为很多台湾很多小剧团 那他们可能就会坚守他的本土 或者是他的这个市场区隔 他或许会觉得我也不需要国际控制 我也不用国际交流 对或者有些国际演出的机会 那都后来都改成线上 那比如说大家很快就会就会面临到说 那线上拍摄到底要怎么样才能够呈现出 恰如其分把那个氛围呈现出来 因为就不是普通那种 我演出然后三级摄影就好看了 对对还有很多细节 对对对 所以你看如果没有疫情 可能这个线上的东西可能还要再发展个五年十年 才会比较成熟 对那一瞬间就把这一两年的这个时程压缩到 现在爆发了 对那甚至说像我们舞团 在今年开始未来的三年 我们都会是演出结束了以后 再专门为演出来拍摄录影 因为如果在现场录 我们都觉得灯光的亮度什么都跟摄影 现场跟摄影是有差距的 对现场是看气氛 对 可是拍摄一定要有一定的亮度才拍得出效果 或者也不能太亮 那个反差会太大 那所以我们都会针对这个再重新有一个专场是给拍摄 对它那个所谓的场就可能是两天三天这样才能拍完 对甚至也不是一气呵成 对对对 可能是荧幕拍这样子 或者是哪一个段落需要从什么角度 那有的时候是定格 有的时候是跟拍 所以这个是很负责的一个模式 要不然有些人几乎都是同步录影 对那我因为也是想说万一万一 疫情有在 持续没完没了就对 日常如果都受到限制的话 我们至少手边还会有一些 比较好的线上的作品可以发表 好谢谢我们平安老师 为我们介绍新书一堂永远不会结束的课 黄冠出版 谢谢 谢谢